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持续贬值 那么这里的老百姓该如何生活呢 是不是这个国度老百姓马上就会饿肚子呢 其实也不会 咱们看一个典型的国家 土耳其 土耳其的通胀率平均每年80% 已经是典型的高通胀了 那咱们看看土耳其人 是如何在每年通胀80%的情况下 还可以保证正常的生活的 咱们先看看土耳其的现状 2022年10月 土耳其的通胀率为85.5% 土耳其央行自从2023年6月起 已经将主要利率从8.5%上调至了25%来抑制通胀 但是到了2023年8月 通货膨胀率同比达到了59% 这个结果也就导致了土耳其的比拉 四年贬值了8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土耳其人民是如何过日子呢 第一条 日常生活中 穷人用利拉 富人用美元 大家各自生活各自的 互相不影响 第二条 日常生活利拉化 通过政府补贴 尽量让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不受太大的影响 第三条 资产美元化 和利拉无关 这就保证了资产不会暴涨和暴跌 第四条 工资一部分用美元发 一部分用利拉发 想不到吗 这么天才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里所有的前提是什么 土耳其是换汇自由的 可以自由地兑换美元 所以上午领到工资 下午就可以除了保留日常所需的部分之外 把剩下的全部用手机换成美元 其实这样大家也不会有过多的虎荒 所以你拉贬值多少也无所谓了 反正有政府补贴 公交车费不涨 穷人吃的那个囊也不涨价 涉及到大宗资产 我还是有美元可以用的 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狗中哈士奇 国中土耳其 但是土耳其的经验 对于某一些国家 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的 他们这种纵容美元入侵的 丧权辱国的行为 在很多国度里 是绝对不能被容忍和接受的 哪怕有再多的困难 哪怕吃再多的窝头 那也一定要腰杆子挺起来 绝不能让美国佬的阴谋得逞 美国想用印刷价值17美分的100美元 去换取我们货真价值的商品和资产 那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事情 不胜 也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